大火全面燃燒 而燃燒地點是在室外開放空間 即便已經燒到剩下車體骨架 仍然可以看見排列整齊 一台又一台的電動巴士 從高空視角來看 火蛇伴隨濃煙直竄天氣 幾乎整排巴士陷入火海 就怕火勢蔓延 消防人員保持距離灌水降溫 21號凌晨2點 台中北屯區移出停車場 電動巴士起火 因為巴士使用的是鋰電池滅火不易 加上不停傳出暴力聲響 驚醒不少夢中人 現場一共用9台巴士起火燃燒 8台全被燒毀 1台半毀 對於監視器尚未發現可疑人物 疑似因為電池釀火 車上有數量比較多的鋰電池和可燃路 鋰電池燃燒特性 它只要有接觸到空氣 它會持續燃燒 而且水分的話也會有加速反應的可能 停車場一共停放約50台電動巴士 去年該公司爆發欠興風波 巴士遭銀行扣押 目前公司停業中 火勢在凌晨4點撲滅 所幸當時沒有人員受傷 為釀成更嚴重災情 3D新聞 網上網址與陳真仲 去到平台中報導 8D新聞 7 8 7 9 9 9 感谢观看